再看到花蓮失利幼儿园 5号上午举办了中班组 学期成果发表活动 而这次是以来去逛夜市为主题 让小朋友们透过一连串的有趣闯关活动 获得乐趣也学到新的技能 好好享受亲子时光 花蓮失利幼儿园中班小朋友们 当起小小老板 在学校中庭摆起夜市 摊位一致排开 不管是要吃的还是玩的 全都能满足需求 而孩子们也在父母及老师的陪同之下 依序到各摊位挑战游戏 努力收集闯关印章 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很棒 对 怎么说 因为小朋友觉得 他有一个很棒的回忆 然后在室幼 因为有很多活动可以让他们体验 也让他们可以知道说 这次的活动办的主题是什么 那这一次中班他们非常的用心 落实在我们生活上 带孩子去逛夜市的感觉 而且场景的布置真的是很用心 非常的用心 让我们觉得说 让孩子真的是身利其境 这是花蓮市立幼儿园 五号上午所举办的 总班组学期成果发表活动 这次是以来去逛夜市为主题 希望让小朋友们 能透过一连串有趣的闯关 获得乐趣也学到新技能 像是买卖的游戏 来去逛夜市 其实它就是社会性互动 然后还有钱币的概念 那还有啊我们的射击啊 还有就是头球的部分呢 其实都训练孩子的大肌肉发展 那精细动作的部分 其实像他们在美劳区做黏土啊 然后完成的成品呢 也是训练了小朋友的小肌肉发展 那其实综合的来看呢 在一个整个活动下呢 其实是让孩子培养了很多不同能力的发展 那我们也希望呢 在主题学习区的活动下呢 让培养出孩子各项不一样的能力 那其实一直以来 从万圣节 圣诞节 然后新年 一直到现在 马步停蹄地办理各式各样的活动 那其实我觉得让孩子们充分地在活动里面 去了解到团队的精神 也可以到了解到亲子的一些共处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想孩子们的一生 只有成长只有一次 希望爸爸妈妈都陪在身边 让他们快快乐乐地长大 市长维嘉燕特别到场 跟市右中班的小朋友 还有家长们同乐 而他也祝福大家都能在活动中 获得乐趣 并好好享受亲子时光 记者 叙利奇英华电视报道